剛剛升上中學 很幸運知道拍了第一支月 之後就發覺自己大腿一槍 原來那年我發覺 我的頭裏有個3CM乘 3CM這麼大的腫瘤 原來是Cancer 三隻腫瘤 第一隻是惡性腫瘤 基本上是第三期 即是接禁目期 接著第二隻是有毒的 有毒的瘤 也是惡性的 也是第三期 另外最後一隻叫做杯胎瘤 何謂杯胎瘤 意思是 有機會可能我本身 我在媽媽的肚子裡 一個杯胎形狀的時候 可能媽媽本身應該懷著是媽胎 但就說一路我們成長 吸收媽媽她身體上的營養 去成長的時候 我就長得大 但是另外我一個媽媽的 就長不大 一路間接下就吃了在我腦裏 十幾年都不知道 接著就形成了我其中一個Cancer腫瘤 是的 接著 在當時很辛苦 很難捱 就問醫生 因為當時剛剛準備開學 準備去新的學校 幸好第一次元 我可以辦到中學 應該是很期待 接著問醫生可不可以最簡單 直接做一些微創手術 因為微創手術是一些 傷害最低 最簡單直接的方法去醫治 可不可以用微創 傷害最少的方法 可以問醫生可不可以這樣做 醫生就說不行 首先就要檢查 要檢查檢查 人生第一個手術 檢查出來 開腦 檢查原來裡面 是一隻腫瘤 原來是三隻腫瘤 好了三隻腫瘤 醫生另外也發現了出來 原來那三隻腫瘤 黏在一起 一堆是一隻腦中心偏有些少 擺著右腦其中一條神經線 那條神經線 是把我左邊的身 整個身 醫生說 萬一做手術有什麼差池 就半身碳 叫我們不要搏 因為當時醫生跟我說 成功率50%都沒有 就說建議我做花療 好了做花療 掉鹽水落藥 吃類固醇 最深刻就是 在第二個星期的第二晚 那晚我親身經歷到神 在那一次 第一次 叫做我親眼看著主 是救回我 跳明仔 那晚幸好我媽媽說 留下放棄在我旁邊睡 說我睡醒之後 原來是接近幾個星期之後的事 接著就說 原來那晚我媽媽大概睡了半夜 就大概三小時四點 就說 心掩著不舒服 就 張開眼睛看到我整個人 在睡醒病床上面 手腳都縮起了 縮起了 是拍極都不醒 我手腳凍冰冰 立刻通知姑娘 通知醫生 醫生就說我急性腦積水 就做個手順 叫做 這張一個叫 腦壓器 一個類似那個 一個導管 就在左邊 這裏其實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的 和可以摸到的 在這裏就凸出來的 接著我倒下去大概 那個肚位置 就是由我自己排斥 都排斥回我的壓力 釋放些水出來 接著之後 因為其實當時就說 只是做快樂 只是做了兩個星期的第二晚 其實整個療程都沒做完 接著問醫生 醫生怎麼算好 醫生就說 因為在我身上出現這樣的情況 就說不建議我做手腳 不建議我做 做 花療的 接著之後就做電療 電療癌完 很辛苦 接著 最後 去智慧磁力共振體 醫生跟我說 不好意思 我的腫瘡是癌不死 這個電療癌的療程 對於我來說都是無效 接著之後 我最想跟大家分享 最重要的這一刻 就是說 我很記得 有一天 我早上去醫院的地下 那層的職業治療部 去做一些簡單的運動 所謂叫什麼運動呢 就是說 推輪椅坐在桌邊 去用我的左手 因為我左手 行動是不方便的 就說用左手 去做一些簡單的動作 例如說 拆離膠 撿釘 接著 我記得 那天 即是 基本上 那時候的狀態上 做一些所謂 這麼簡單的動作 我個人是很用神 很吃神 我個人是會很辛苦 很累的 那好了 做完了 很累了 當孤磊推我上病房的時候 回到上病房的時候 我躺在病床上面 當時我就看著我的家人 和醫生 醫生就拿著我的X-ray片 還有還有那些MRI 全部電腦素尾 還有前逢證的照片 去談一下 還有方法幫到我 就說 醫生當時的立場上 都是不建議我做手術的 應該這麼說 因為最初跟我說 50%的成功率都沒有 之後 最後跟我說 20%的成功率都沒有 再肯定一點 跟我說 10%的成功率都沒有 你可想而知 想到我幾乎 基本上 聽起來好像在死 然後 我很記得 就說 在我聽著的時候 在病床上 聽著的時候 我就撐過幾秒 快 那個精神真的很累 快就欠著那一刻 我親眼看著Miracle 出現在我面前 神跡出現在我面前 就說 我當時大概 睡在病床的位置 這邊長角位 我 在朦朧之中 是看到 長角位出現一道 很刺激的光芒 現在說的是 當這些 醫生告訴你 這個情況 這是之後的事 其實就說 當時是醫生 一直跟我 和家人在聊天 還在什麼方法 幫到我 在說話的時候 是的 好 繼續 然後我在長角位 出現 我不知道其他人 有沒有看到 但我肯定 很清楚 清晰地看到 在長角位出現一道 很刺激的光芒 照樣出來 打在我身上 然後 我看到 一個人出現了 我很清楚 我很知道 那位是我們的主 他說 Philip 不用怕 你儘管和醫生 和家人說 你儘管做這些手術 一定沒事的 雖然就說 好像我現在 跟大家說 好像很簡短 但是 當時那一刻 對我來說 好像有一段 不漫長 即是一段時間的 而且當時 和我講的這番話 我整個人 感覺到 我胸口 胸口這個位置 立即的勇氣 爆了出來 是脹了出來 勇氣 很勇氣 而且 以來 醒醒之餘 另外 還有 那道光芒 照樣在我身上的時候 我相信 那道光芒 是來自我們的天下 是那道光芒 照樣在我身上 整個人 又冰冷 立即感覺到 整個人 很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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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人 立即彈了起來 跟醫生說 醫生 我相信你們 你儘管和我俄補這手術 一定沒事的 很幸運 在那一刻 家人 和醫生都相信我 也都去做這些手術 手術做完之後 我醒來的時候 醫生也看到我醒了 和我說 菲林醒了 恭喜你 手術是很成功的 是把癌症 那堆腫瘤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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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完全把那堆 癌細胞 全部100% 切除出來之外 也都沒有傷到任何神經線 我真的很感謝主 很感謝主 還有我很想 在這段時間 送一段小節的經文 就送給大家 就說 在這個 馬太福音 第六章的三十四節 主教識我 在這段時間教識我 就說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 因為明天自由 明天的憂慮 一天的難處 一天走 一天當就夠了 對 祝大家 謝謝 感謝主 哈利利亞 那你對神有甚麼回應 我對神 我很感謝主 就說 幼稚園 小學 中學 都是基督教的學校 也都聽不少聖經古事 最初那時候 讀小學的時候 口中說 跟別人說 但是很清晰的 就是知道自己 其實心裡 真的不夠堅定 但是很感謝主 就說 給我有這個經歷 令我 對於基督這份信仰 基督教這份信仰 對於神 對於主 的認知 是更加更加堅定 還有我很想藉著 我這份經歷 就說 我這份經歷 我都很清晰 知道 就說 神叫我 藉著這份經歷 要去 跟外面更多更多的 弟兄姊妹 更多更多的教會 去分享我的經歷 去傳揚主的信息 好